依据此前鲁门对德尔加多的使用,其漫画形象上强,以及鲁门高峰,至今没有任何澄清的姿态来看。 德尔加多让向新赛季的中超,将是在更多时间。 如果一切得到认证的话,相当鲁门新赛季鲁鱼很稳了。 一旦德尔加多规划成功,那么新赛季鲁门将会有多达8名,符合Y23政策的年轻球员。 上赛季,杨军称、德军帅、刘兰、李海龙等Y23球员获得了难得的出场机会。 后来刘兰成为国族在要周堆的主力又后了。 如今,杨军称被租记去了天津天海。 刘军帅在要逛出江赛替补出场谋转来产生形势。 2019赛季,刘军帅、刘兰不在受Y23政策保护,李海龙也就成为了本季级Y23球员中。 而已有过中抄出场的球员。 对于鲁门来说,新赛季有些欲望,作为中抄的新秀大户。 鲁门居然连与人入选西东克的国务队。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西东克对鲁门有偏见,因为从他的血缘来看, 都是退阵到中抄、中甲或海外俱乐地有过出场经验的球员。 鲁门在正义年营断的球员,除以海龙外,参加奥运选拔赛的陈璞、 邓刘宇、李冠希、张云施、刘超元、曾宇明、张顺等球员。 机会在鲁门正式比赛中出过场, 不过对于鲁门新赛季的Y23球员来说, 鲁门国奥队,具有可能因获得福,获得在正超脱颖来出的机会。 按照最新的Y23政策,鲁门新赛季将至少一名Y23首发, 全场三人次的Y23球员出场。 最要一来,李海龙、郭甜宇、段刘宇、甜心、赵向飞、 陈科瑞、刘超元等七名符合Y23政策的球员, 鲁门看到了出场新样。 这七名球员除李海龙上赛季获得过出场机会外, 其余六人都未曾获得过出场机会。 其实,对于这批鲁金球员的使用, 鲁门主帅李肖衡早已是乐与筹门。 当信期间,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格德斯的进球员拿, 却没有太多人关注到对刘宇和刘超兰, 已经成为了李肖鹏的二将。 他们多次在乐身赛中出场, 但刘宇还获得了在赫季的亮相的机会。 一出一位的话,鲁门新赛季首发的那个Y23名额, 很有可能就是对刘宇。 而刘超人既能打边拳位, 也能打边风, 特点非常突出。 不仅技术出众, 而且速度奇快, 具有很强的赛季能能力。 同样收到李肖鹏的圈外, 就让您本土Y23球员, 又让你最低快的德尔交对一起, 调取山东里能新赛季的大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